《真欢传》作为一部大型宫斗剧 里面的妃子们个个都很有心机 就连以憨憨出名的奇儿哈和瓜六都有宫斗名场面 唯独纯长寨是个特殊的存在 他不会主动惹事也不会参与那些宫斗 天真浪漫孩童星星 唯一惦记得只有口中的那点零食 在一群心机妃子中显得哥哥不入 可是纯长寨真的有那么单纯吗 二刷之后就会发现 纯长寨的心机不比任何人差 虽然很多人包括原著作者都在说 纯二的人设就是单纯的孩子 可是他的种种表现可不是这样的 纯长寨的出生和甄嬛差不多 至少不是家事差的那种 否则也不会进宫就被封为常寨 纯长寨比甄嬛早四日入宫 也一同住在岁雨萱 他首次出场就是在甄嬛进宫的那天晚上 一出场就立了一个小吃货的人设 那个时候他才14岁 我相信当时的他心思是单纯的 但一定也有自己的一点小心机 比如说他说的那些话 说皇上特别喜欢姐姐 下午看见送赏赐的人一拨拨忙慌慌的 就知道这话是真的了 下午看见